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一节课谈的是 弟子规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系 很多人在接受弟子规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他觉得这个是小孩子学的 我们就有一次在海口办课程的时候 一个妈妈跑进来 看到这个我们的讲义上面写着 儿童经典 教师讲习手册 看完之后 他就走了 觉得这是小孩学的 我不用学 看到弟子规 他也觉得不用学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提到 弟子不是小孩 而是圣贤人的学生 叫弟子 刚好就有这个机会 我就上台去讲了一个故事 我说在唐朝时候 白居玉对于佛学很有兴趣 所以他常常到杭州 去请教鸟科禅师 他那时候是杭州的太守 那他呢 也爬得很辛苦 爬到山上去 请教这个鸟科禅师 如何学佛 我们俗话讲 无事不登 三宝殿 要去问问题 都要翻山越岭 所以除非不得已 真是心中有疑惑 不然也不会常常 去跑寺院 结尾一上去之后 他就请教鸟科禅师 他说什么是佛法 什么是佛法 鸟科禅师回答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是诸佛教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一句话 几乎是 连三岁小孩 都怎么样 都知道 父母都教他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所以白居一听完这一句话 就哈哈大笑 他说 三岁小孩 都知道 三岁小孩 都知道 鸟科禅师回答 八十老翁 做不得 八十岁的人怎么样 不见得真正立身行道 把这八个字做到了 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 学佛以前 有分别执着 进了佛门 把分别执着 又带进了佛门 所以很多人一看到弟子规 说这个 是世间法 我要的 是出世的大臣佛法 所以弟子规不用学 我们还有一个师兄说 我是大臣根性 所以这个不用学 但是这个师兄非常有善根 他上了五天课之后 见到我们的老师 都是九十度的鞠躬里 非常非常恭敬 因为他搞清楚了 弟子规是四出世间 圣人最重要的根基所在 他真搞明白 不敢再傲慢 不敢再分别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请问谁把孝道做圆满了 只有一个人 把孝做圆满了 诸位同修一定很清楚 只有佛陀 把孝做圆满 只有佛陀把弟子规 完全落实 所以 法僧大师 纵使是 这个等觉菩萨 都有一品 身相无名 未破 所以就像弟子规说的 德有商 宜清修 道德还没有圆满的时候 对父母还不能交代 所以这一句弟子规的话 真正做到德行圆满了 那就是让父母完全的不感到羞辱 完全的以儿子为荣 这个叫大孝 显清 做到根本 做到圆满 所以老和尚 常常提醒我们 这一段开示 相信诸位同修非常熟悉 在这两三年来 老和尚不止 多次提到 弟子规 是圣学的根基 圣学的骨干 所有的学问 都一定要以这个为基础 其他所有的经论 都是弟子规的装饰 而我们对于弟子规的教诲 一生都要奉行 都要做到 都不能违背 这样你的学问 你的道业 必成 这一段开示 在我们的手册当中 在 很多的资料当中 都有这一段话 我下一次呢 带过来给诸位同修 是在牢上讲华言经当中 多次提到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常常都说 佛法是不恶法 我们都说啊 入了这个三门 上面都写着 不恶法门 诸位同修 假如有识法跟初识法 那就是恶法 那就不是佛法 所以我们要破这个分别 破这个分别 其实啊 没有识法跟初识法 只有诀啊 跟谜而已 当你觉悟的时候 识法 都是佛法 当你迷惑的时候 佛法也是 世间法 出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 《金刚经》里面有一段 非常重要的开示 经文提到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就是你啊 不执着有这个我啦 所做的一切善呢 都能念念 回向 往生 西方 极乐世界 只要你不着这个我 你行世界一切善法 《金刚经》说的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修一切善法 即得 阿诺多罗 三秒 三菩提 而这个四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就是你已经啊 用一个觉悟的态度 在面对一切 人 事 物 你把我放下啦 你的我值 放下啦 你的心量啊 就是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当你的心量扩宽 我值放下 你看地址规每一句经文 凡事人 皆虚爱 凡事物啊 也皆虚爱 主位同修 当一个人的心量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请教一下 他是在六道轮回 还是在一针法界 所以我们绝对啊 不能学佛之后啊 又在佛法当中 身分别执着 刚刚邵老师 有提到两句经文 主位同修 您假如注意去细细看这两句经文 这两句话 是老和尚在华言经当中啊 屡屡提到的两个修行 最重要的关键 叫做解形啊 相应 老和尚在华言经 这个书抄里面啊 最常引出两句话 叫做有解无形 增长斜见 这一句话就是地址规里面讲的 不立行 但学吻 就是有解无形 长浮华 存何人 长浮华的人 脑里面的知见对不对啊 都是一堆协之协尽 华言经书抄第二句 但立行 第二句是 有形无解 增长无明 有形无解 就是但立行 不学文 任己见啊 就朝着自己的想法 硬干 也不管对自己 对别人有没有好处 就一意孤行 就是无明啊 愚痴啊 所以就是任己见 魅力真 所以诸位同修啊 万万不可 生分别 万万不可 小看地址规里面的教诲 地址规的教诲 绝对 会让你印证 老和尚的一句话 叫做啊 一精通 一切精通 老和尚说的 这一精啊 绝对不是只有指佛经 只要是掌握 圣贤纲领的一本经典 您真正立身行道 把它做彻底了 都可以圆成佛道 可以圆成佛道 相信说到这边啊 诸位同修啊 一定啊 还有很多人 不见得能接受 我们来看一下 敬忠学人 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 在我们无量寿经 第二品 开头叫 贤贡尊修 得尊普贤第二啊 经文里面提到 贤贡尊修 普贤 大事之德 诸位同修 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 什么时候 修普贤行啊 什么时候 这个是要深深思考的问题 佛陀 在华言经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开示 经文提到 一切众生啊 皆有 如来 智慧 得相 所以 尽忠学人 这个 信愿行啊 投一个信 诸位同修 要信谁啊 要信谁 要信自己啊 本来 是否 本觉 本有 我们这个信根 要扎下去啊 这个道业 才开始发芽 所以弟子归说的 物质报 物质气 圣与贤啊 可寻知 不要看不起自己 我们啦 只要精进不屑 一定可以 承圣 承贤 但是弟子归说的 可寻知啊 虽然 我们本来是否 但是现在啊 不得 受用 就好像呢 太阳明明发出光芒 但是乌云 密布 这个光呢 没有减一丝一毫 只是啊 拖不出来 被乌云盖住了 所以必须啊 寻知 必须啊 对峙我们的 过去生的烦恼习气 才能让他拖云 怎么样 见日啊 这个云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拖云 总要了解云是什么 接着佛陀啊 接续第一句话 把这个问题点啊 同时点出来 所以哦 智慧得相 但应啊 妄想 执着 而不能证得 其实妄想 执着啊 也包含 分别 在里面 所以修行啊 最最要对峙的 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我们都清清楚楚了 我们才知道啊 从哪里下手 就从我们的分别 执着下手 那我们现在经文说啊 贤共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诸位同修 是不是往生之后 再来修普贤行 先去再说 去了我就会执贤行 就好像啊 我们这个孩子 一直在成长 你也没有给他好的东西 每天都想着 算命先生说 我儿子18岁就会变得很懂事 现在不用懂事 18岁马上翻过去变懂事 有没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我们说啊 做任何事啊 最好的状态叫什么呢 叫做水到 渠成 我们这样去处事 待人接物啊 那是最痛快的 不要去攀缘 不要去强求 所以今天 诸位同修啊 你在当下 就全心全意 落实 普贤行 不要去分别 这个西方 喜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每天都跟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啊 这个普贤行者 就在说婆界啊 你啥时候去接他呢 我们都希望赶快把他接回来 那你还担心不能往生吗 有这么多诸上善人啊 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时时刻刻 都在利行普贤行 而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普贤法界啊 所以能感 是你的普贤心啊 所感 当然是普贤境界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要提起 正之见 不要分别 那我们现在要来问啊 我们要做普贤行约 每天找课呢 也会读到 一者 礼敬诸佛 二者 称赞如来 三者 广修 共样 我们常常啊 在背这个时候 假如孩子啊 都有在念找课的 你可能念第一个礼敬诸佛 他就抢着啊 把后面九个给你怎么样 帮你念出来 老师我会 老师上常常在这个奖金当中啊 有很多 对我们这些弟子啊 很深刻的提醒 他说呢 我们做早课啊 一定要把早课里面的内容啊 落实在 生活 当中 落实在 工作 当中 落实在 处是 我讲不出来 我都快讲不下去了 待人 接物之中 诸位同修啊 老和尚 重复最多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最重要的 开示啊 就是最重要的 开示 那 我们念 普贤行愿 有没有真正 把它 落实在 生活中 落实在 工作中 落实在 处是 待人 接物当中 假如我们的 普贤实愿 只在早课念一遍 跟生活工作 没有关系 那又在 分别 执着 所以老二上说的 虽然呢 老人家是这样 笑一笑说 但是我们可要 听众啦 要非常重视 老二上说 你们早上念一遍 骗佛菩萨一次 晚上又念一遍 又骗佛菩萨一次 我们连世间人 都不愿意骗人 还去骗佛菩萨 所以这一段 老二上虽然是这样 很轻松的 说出来 我们可要 重重的把它 好好省思一下 老人家是怕 我们没面子 给我们讲的轻松一点 但是 一个人道业要成 最重要的 人贵自知 要勇于面对自己的修行 我们佛家教 要勘骗自己的功夫 不然 不然啊 我们学佛越久 可能是 涨浮华 成何人 因为没力行 涨浮华 那一身的道业 就毁于淡 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诸位同修 五个根本烦恼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慢性 贪嗔痴 好像贪嗔痴威力很大 第四个慢 不学佛还好 学佛的人 这个东西 更是无孔不入 所以我们常常 跟很多同修接触 他们会说 我学佛十年了 我吃素十五年了 学佛 我们说的 越学 越知道自己 太多问题了 我们哪还有那个 敢去拿着自己 修十年修五年 去给人家炫耀 在我翻开 印光祖师文超 深刻体会 大师啊 大慈大悲 真是举手投鼠 起心动念 都在教化 一切众生 大师连取一个 他的法号啊 都在给我们 最深的提醒 印光大师啊 好 常 惭愧生 大师 口口声声都说 我是一个 生死轮回的 凡夫啊 大师这么高的学问啊 念念念都是谦卑 念念都是忏悔业障 我们 可要以老人家 为好榜样 念念啊 应该是对治自己的习气 念念啊 要提得起老和尚的教诲 这才是 依教奉行 所以老人家在这里呢 告诉我们 一定啊 要把早课跟晚课 要把 普贤十愿真正去落实 我们才不是欺骗佛菩萨 那很多人听到这一点 明天念这个早课的时候呢 就念不下去了 那我就很罪过了 不是叫你明天马上 念马上契路普贤菩萨 不是这个意思 假如你明天念契路了 拜托 这位同修一定要来找我们 我们现在很缺 弘法立身的人才 您记录了 一定要大慈大悲 出来讲经说法 我跟老和尚学习以来 老和尚所讲的每一句经文 每一个开示 墨学听完之后 只有一个念头 做 朝着这个方向绝对不会错 全心全意去做 而不是现在马上契路 但是从没有一个念头 我说我做不到 老和尚讲了十句话 挑了其中四句 我做这四句就好 其他那六句不是我能做的 作为同修 当我们用这种态度 听牢上教诲 很难弃路 因为我们挑的那四句 一定是觉得自己做得到 而那四句真正的意理 我们可能还依自己的意识怎么样 去给它解释了 所以就拿来用 其他那六句 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得十分利益 所以要老实不容易 但是也唯有老实 我们的道业才能成就 所以老和尚常常说 修行要从最难刻的地方怎么样 刻下去 所以有一句 有一个光盘老和尚的题目是 咬井牙关 此生啊 正无量寿 所以老和尚没讲的每一句 你绝对要不折不扣 往这个方向 去迈进 所以老和尚 教诲我们要尊普贤愿修行 我们就老老实实 开始落实普贤实愿 诸位同修 礼敬诸佛 从哪里下手 每天念一遍 下手处没找到 第一步也没跨出去 那我们就每天看着那个目标 离他怎么样 还是那么遥远 所以下手处啊 第一步在哪 赶快跨啦 四日已过啊 命意水减啊 如少水鱼 师有何乐啊 绝对不能一天接一天过去啦 我们这第一步啊 迟迟未卖啊 那这个往生当生成佛的机缘 那可就当面啊 那可就当面啊 错过啦 诸位同修 礼敬诸佛 从哪里下手 我下次不来啦 因为三天的课程 莫学很惭愧 讲得不好 从哪里下手啊 从每个众生 弟子归从哪里下手啊 你身旁的两尊菩萨 你都不会笑啦 还大谈阔论 我要度一切众生 那叫 自欺啊 欺人啊 所以一个人要成就道业啊 孔夫子说的 福孝啊 得知本也啊 一个人道德的本在哪 在孝道 佛陀告诉我们 在《观无量寿经》当中 提到 三世诸佛 敬业正英 第一符在哪 医者 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佛陀也好 孔夫子也好 甚至有我们道家的教诲也好 通通从哪里下手啊 孝道啊 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 理静诸佛从哪里下手啊 孝道 从孝道下手 好 那第一步知道呢 迈向孝道 那这一步啊 跨出去 要踏得非常稳健 才能跨第二步 那请问 我们孝顺父母 从哪里开始下手 才是真正理静父母 才是真正理静父母 普贤十愿在哪 诸位同修翻开第十规 第一页 第一页 普贤十愿 礼静诸佛第一步 先礼静父母 礼静父母 从对父母的 讲话态度 从对父母的生活 点点滴滴开始礼静 那你就落到十处了 而当一个人 修学佛法 处处啊 落到十指上 保证你不出三个月 你一定有 学而实习之的乐趣 因为你会 发喜 充满 因为你会觉得 我时时刻刻 都在遵循佛陀教会 你自己会很踏实 我们看第一句 父母乎 应勿还 父母命 行勿来 父母教 须静听 父母则 须顺承 当一个为人子 做到这一句话 有没有礼静父母 有啊 我们有一个同修很有意思 他说啊 他练这个无量寿经 练法华经 之前呢 还没有接受 弟子规的教诲 因为呢 墨学是三月份 才到深圳去 那这些同修啊 学佛也几年的时间 结果后来啊 我去了之后就跟 他们讲 弟子规 就这一位老师啊 讲了一段话 他说 我以前啊 念大乘佛法 觉得自己啊 善根深厚 结果呢 这个弟子规 听了几节课啊 觉得自己呢 什么都没做好 诸位同修啊 是读大乘经典 觉得善根深厚好 还是读弟子规 觉得自己 什么都没做到好 您觉得呢 孔夫子啊 给我们一个教诲 一个人道业要成啊 要知此尽乎勇 要知道错在哪儿 要有勇气去改 你的道业才能成啊 不然每天在那边抱着 我的善根深厚 结果呢 该依教奉行的 教诲都没做 我相信啊 这个佛不萨一定在那里摇头 哎呀 一定笑我们学佛学呆啦 所以我们看第一句 我们来开始要蒙清自问 今后啊 要往普贤十愿的路上走 句句话 听完之后 绝对不能起一个念头说做不到 一定要起一个念头说 勇猛精进 努力做到 其实啊 那个恐惧啊 是虚幻的 当你的勇气真正踏出去的时候 那个幻象啊 就不见了 而当你一次一次啊 对峙你的习气 把它克服 你慢慢会感觉啊 发喜充满 因为啊 战胜别人一千次啊 不如 战胜自己的习气一次啊 礼敬啊 重点在内心的恭敬 所以当我们恭敬心 现前的时候 对父母讲话 绝对是 克克气气 绝对不会啊 恶言相向 所以当我们跟父母讲话的口气不好 那已经深 称慧 已经啊 迷迟了 所以第一点啊 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要用一个恭敬的心 对待父母 父母命 行物来 答应父母的事 绝对啊 不能 后悔 或者呢 找借口 所以呢 很多的人啊 都觉得 外面的人啊 不能失信 家里的人呢 还可以 有没有这个现象 反正家里的人呢 我对他失信呢 他又不会给我发脾气 外面的人一失信啊 我的荷包就不见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存心啊 都在分别之所啊 而真正啊 点点滴滴照顾我们的人 就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你更应该理尽的是谁啊 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啊 我们的家人啊 人啊 不要搞颠倒啊 所以父母呼呼应物还 老婆呼呼 老公呼应物还 公敬心啊 是一切处啊 为什么菩萨不修普贤恨 不能原成佛道啊 因为普贤的理静 是对一切人 理静 一切众生 理静 他那种状态啊 已经跟佛几乎是无恶无别了 所以我们念这一句经文 诸位同修 您能够面对一切人 跟他对应的时候 都能恭恭敬敬 不起傲慢 你每天都在修普贤行 你每天啊 不要赶着回家 一定要念两个小时的经啊 念经是手段啊 让你把这些教诲 时时提起来 更重要的是 把经典 落实啊 所以老和尚啊 有一次很有意思 有一个同修啊 遵从老和尚的教诲 把无量寿经啊 念了三千遍 跑去问老和尚 老和尚 我已经念了三千遍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老和尚跟他说 再念三千遍 所以三千遍 正真重要的啊 是记住教诲 不怕念起啊 只怕绝词 马上提起来 转念 做出依教奉行的行为 十指在落实啊 所以这一句 第一句 再来第二句 父母命啊 行物难 答应父母的事 都要恭恭敬敬 去做到 我常常在看 每一句经文的时候 都深刻感受到啊 跟圣贤人的距离 差太远 我们看看真生 真子啊 孝经就是真子传出来的 念念啊 把父母放在心上 上山砍柴啊 刚好有朋友 要找真子 他的母亲啊 怕人家 长途跋涉啊 对人不好交代 但是真子又上山砍柴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啊 就拿了针啊 往自己的手上啊 扎一下 真子马上啊 心很绞痛 觉得啊 一定是妈妈有啥事 马上啊 赶回家里来 看到妈妈就跪下去 她说母亲 你有什么事吗 所以 圣贤人 的孝心啊 我们真正啊 要效法 要学习 真正 真正理敬父母 真正把父母放在心上 父母交代的事啊 绝对不会 脱脱拉拉 相同的 老婆交代的事能不能脱脱拉拉 老婆也是诸佛啊 都是未来诸佛啊 你可不能再生分别啊 修行就是在一切人 一切时 一切处 断分别之中 所以诸位同修 每一句经文 无量意 而你能解到什么意啊 完全看你的心量 扩宽到什么程度 你就解到什么意 好 我们看 父母教 须静听 父母择 须顺尘 对父母亲的教诲 父母亲的择法 我们都啊 要恭敬心去领受 诸位同修 讲到这里啊 我们就要呢 作者啊 时光穿梭机 诸位同修知道 时光穿梭机吧 我请诸位做过好几次的 你们都忘了 第一次叫你们回去的时候 是想起 孩子第一次 跟我们一起吃饭 爷爷奶奶都在 那第一口菜啊 夹给谁 这是第一次做 时光穿梭机 第二次 请大家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啊 结婚的人 回到热恋的时候 那时候的心境是什么 念念为对方着想 这一次做时光穿梭机 要回到我们这几十年的时光啊 我们对父母啊 讲了多少 忤逆的话 多少啊 后补再造 后补再造 主位同修 一个人对父母不敬 对你的性德啊 是最大的损伤 我不骗你 一个人只要对父母不敬 那样整个业障绝对快速现前 所以从前种种啊 譬如昨日死 今后 以后种种啊 譬如今日生 从前 我们没有办法再挽救了 我们现在检讨好了 从今以后 一定要后不再造 从今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是明天吗 诸位同修 希望诸位今天是飞回去的 不是走回去的 既然学飞了 今天就要飞回去 今天就要恭恭敬敬一入门 给父母行个礼 你这个妈妈过来说 儿子啊 你是不是发烧了 我这个在 在这个海口啊 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口跟深圳 那这一年多来啊 我回家两次 上一次回家 因为呢 我们中心很多的老师啊 教出来的学生啊 回去都拜父母 其中有一个孩子啊 他回去之后 除夕夜那一天 拿了一盘水果啊 要去给父母下跪 感谢父母啊 这一年的照顾 这个孩子啊 在自己的房间啊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结果后来啊 又来了一些邻居进来 他越想啊 越不敢出去 又那么多人做了 自己的面子啊 怕 这个很难受 后来这个孩子啊 后来这个孩子啊 在他的文章里面写 他深呼吸 之后呢 以起勇气啊 就走出去 走到父母面前啊 跟邻居还在聊天啊 结果这个孩子 啪 就跪下去了 他跪下去之后啊 所有的人啊 一句话都没有 諸位同修啊 自诚感通 所有的人 被这个孩子的真诚啊 都震慑住了 没有一个人讲话 这个孩子说啊 走出来的时候啊 忐忑不安 跪下去的时候啊 内心非常舒坦 什么话都可以讲 他就呢 讲了一段啊 谢谢父母的话 讲完之后啊 所有的邻居啊 眼睛都瞪得很大 諸位同修啊 这个孩子在弘扬正法 他做出来啊 他做出来啊 视线给人家看 所以真正啊 当你去立身行道 去孝顺父母 去恭敬父母 去恭敬父母 你的内心啊 不知道有多么的自在 多么的清静 所以我回去之后呢 所以我回去之后呢 就觉得呢 人家孩子都做到了 这个墨学都做不到 很惭愧 所以我一回去啊 我父母呢 来机场接我 我一走出去啊 开始心脏跳得很快 还拿了一个大行李 趴下去也是很难看 拉了很重的行李 很大的行李 结果我父母看到我呢 走走走 这个我父亲要卖胎的时候 我心里很紧张 现在不败更待何时 结果呢 我就把行李放在一边 我就拉着我父亲的手 我说爸 等一下等一下 我突然就跪下去了 我也很不好意思 我说教的学生都拜了 我再不拜太惭愧了 结果啊 我跪下去啊 抬起头来 我父亲的眼睛已经湿了 行销要及时啊 人生的痛快啊 就在这里啊 所以呢 我在这个课程当中啊 曾经提到 当我姐姐那一拜拜下去 出嫁的那一拜拜下去 我父亲整个当父亲的一种责任心啊 一种承担 那种感受啊 完全啊 跑到我的脑海里面来 我的瞬间啊 跟我父亲的眼泪是同时出来 我那个瞬间啊 我那个瞬间啊 觉得呢 我跟我父亲啊 是一啊 不是二啊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啊 对我自己讲了一句话 我说今生今世啊 绝对不讲一句啊 忤逆自己父母的话 好 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 好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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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